欢迎来到KK音乐 众所周知 银路情侣孙艺珍玄冰的婚期即将临近 早在上月初 韩国媒体就已经透露 两人将于本月30号在首尔庄园举行婚礼 但由于韩国本土疫情以及其他因素影响 夫妻二人并不打算将这场婚礼对外公开 只邀请了双方的朋友家人参加 这样一来 想必婚礼现场的生徒还要晚几天才能公布了 可就算如此 中韩两国网友依旧是期待满满 据悉 玄冰孙艺珍选择的结婚场地也是大有来头 他坐落于首尔郊外 距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当初惊喜善等明星结婚时 都选在这里举行 当然了 庄园的费用也不容小觑 据说玄冰仅仅是在布置以及租赁场地上 就花费了重金 值得一提的是 孙艺珍为了满足网友的好奇心 近日也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中 发布了新动态 画面中的他身穿一件纯白色镂空婚纱 虽然没有华丽的点缀 更没有宽大的裙摆 但却更显精致 将他的气质完全衬托了出来 好身材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虽说孙艺珍已经卖过了40岁这道门槛 但平日里的她非常注重保养 皮肤以及精神状态保持得相当完美 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与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没什么两样 而这些自身特质又恰恰与这件简洁大气的婚纱相吻合 看到这 想必不少网友都要被眼前的孙艺珍泥倒 更是对玄冰无比羡慕 原本虚构剧情中的一对荧幕情侣 竟然真的将爱情照进了现实 对于多数网友来说 很多人都是从爱的迫降这部剧 喜欢上了玄冰孙艺珍这对荧幕情侣 剧中原本属于两个世纪的人 机缘巧合之下走到一起 但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只能把爱藏进心底 每年中也只有两周时间能见面 如今 牵动无数观众心弦的影视力与李正鹤 终于要在现实中修成正果 怎么能不叫人激动 更难能可贵的是 孙艺珍还透露玄冰是自己的初恋 虽然他混迹影视行业多年 与众多男演员有过深度合作 其中也包含不少经典的爱情影片 但都没能擦出火花 这也致使他年过四十仍旧孤身一人 现在看来 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 孙艺珍要等的人终于出现 其实 早在两人拍摄爱的迫降时 外界不少观众就隐隐感觉到 两人无论是戏里戏外都是那么般配 可谁能想到 欲言如今竟然真的要实现了 作为韩国娱乐圈的两大顶流 同时又是影视行业中的两位实力派演员 选宾与孙艺珍的结合无疑将成为行业中的一段佳话 同时也能让那些坚持认为娱乐圈没有真爱的网友彻底闭上嘴巴 总而言之 距离三月三十日的婚期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 希望夫妻二人能够调整好心态 以最美最帅气的一面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也希望孙艺珍穿上婚纱 款款走向悬宾的那一刻能快点来到 对于两位新人的婚礼 网友们是否感到期待呢